全红蝉的辉煌成就 更是他背后那些不为人知的温情与坚韧 荣耀背后的汗水与坚持全红蝉的成功 绝非偶然 从东京奥运会的出路锋芒 到巴黎奥运会的完美未免 这背后是无数个日夜的刻苦训练 是对自我极限的不断挑战 据统计 为了备战奥运 全红蝉每日的训练时间长达8小时以上 每一次入水都是对身体的极限考验 而这一切都化作了那一瞬间的惊艳 让全世界未知震撼 名利场的亲书有别 然而荣耀总是伴随着争议与挑战 随着全红蝉的知名度飙升 一些曾经鲜少往来的远亲 仿佛一夜之间发现了这位摇钱树 纷纷上门借钱 企图从他的成功中分一杯羹 这种现象不禁让人唏嘘 也再次印证了穷在闹市无人问 富在深山有远亲的残酷现实 但阿涛认为 真正的价值不在于金钱的多少 而在于那份在逆境中 仍能伸出援手的真挚情感 感恩之心 铭记于心 在全红蝉的故事中 有一个人物不得不提 他的大伯 在全红蝉一家最艰难的时刻 是大伯无私地伸出了援手 借出自己的房子供他们居住 这份恩情 全红蝉始终铭记于心 成名之后 全红蝉曾多次提出 要以经济方式回报大伯 但都被大伯以兄弟情深 无需言谢为由婉拒 这种超越物质利益的亲情 让阿涛深感敬佩 拒绝诱惑 坚守本心更令阿涛动轮的是 面对外界纷纷扰扰的诱惑 全红蝉的大伯选择了拒绝 他没有利用全红蝉的名气 去快速获取利益 而是坚持靠自己的双手勤劳致富 这种踏实不图名利的精神 不仅赢得了经济上的独立 更赢得了全家的尊重和社会的赞誉 阿涛认为 这正是当今社会所稀缺的价值观 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去学习和传承 榜样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全红蝉与大伯的故事 不仅仅是个人奋斗与亲情的赞歌 更是对社会风气的一次深刻反思 在这个充满诱惑与挑战的时代 我们需要的不仅仅是成功的光环 更是那份在成功之后 仍能保持初心 坚守本心的坚定与从容 全红蝉用自己的精力告诉我们 只有问心无愧的生活 才能真正地活出自我 活出精彩 而他的榜样之光 也将继续照亮我们前行的道路 激励我们在各自的领域里 不断追求卓越 勇往直前 注意看 全红蝉竟被教练当众质疑 跳不了三米板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你知道全红蝉这条跳板 他跳不来的 硬硬的 他不会跳 在这段视频中 公开批评全红蝉的人 你们知道他是谁吗 他就是陈玉希的启蒙教练石美琴 曾公开表示到全红蝉只会跳十米台 不会跳三米板 这番话已经说出 引发了不少人的热议 还有网友说道 这些从小生活在大城市的教练 看不起来自农村家庭的孩子 明摆着就是羡慕极度恨 令很多人没想到的是 原本纯洁的体育行业 竟也存在恶性竞争 但全红蝉并没有对这番话 做出任何回应 反而用接下来的实际行动 狠狠打脸石美琴 全红蝉在接下来的比赛中 将会上演怎样精彩的表现 让我们一探究竟 时间返回到2022年6月29日 这里是国际泳联式锦赛混双 跳水三米板十米台 团体决赛现场 由于队友张佳琦 在比赛过程中不慎受伤 导致无法参加团体决赛 教练组经过慎重考虑 做了一个极其冒险的决定 决定让全红蝉 代替受伤的张佳琦 和白玉明组队参加混双团体决赛 然而更让人听着 几倍发凉的一个坏消息是 全红蝉一直以来 都以十米台跳水为主 从未在大赛中 参加过三米板跳水 全红蝉并没有因此退缩 反而迎难而上 留给他的时间所剩不多 全红蝉在后场 顾不得休息紧张备战 大战一触即发 全红蝉能否成功完成教练的 委托凯旋归来 我们接着往下看 第一轮比赛正式开始 率先出场的是全红蝉 三米板首秀 第一跳选择难度系数为 2.7的405C动作 向内翻腾两周半爆息 动作干净利落 发挥非常稳定 裁判给出63.45分 全红蝉首秀 直接震惊现场观众 没想到 这个被临时选来凑数的 中国小将竟是一匹黑马 其他参赛选手 直到此刻 才意识到 危机正悄然逼近 接着是白玉明 10米台跳水 选择难度系数为 3.3的207C动作 向后翻腾三周半爆息 动作出严重失误 没有控制好入水时机 裁判给出64.35分 来到第二轮比赛 由于白玉明第一跳 出现严重失误 导致两人目前的排名 岌岌可危 全红蝉第二跳 10米台跳水 果断升级难度放手一搏 选择难度系数为 3.2的6243D动作 这一跳堪称 教科书级别的动作 发挥到了极致 裁判给出88.00的高分 其他参赛选手 也是满脸的不可置信 接下来是白玉明的 三米台跳水 选择难度系数为 1.6的103B动作 这一跳发挥正常 未出现太大失误 裁判给出37.60分 来到最终的决胜局 这一跳 两人如果不出现失误 那冠军将属于中国队 白玉明第三跳 回到10米台 选择难度系数为 3.4的307C动作 选择了一套高难度动作 白玉明也是 想在最后一跳拼尽全力 这一跳非常不错 没出现失误 得到81.60分 全红禅第三跳 三米台项目 选择难度系数为 2.0的5231D动作 给现场观众 表演了一套水花消失数 裁判给出了 三米版最高分47分 直接拿下胜局 这一幕深深震撼 到了在场的每一个人 全红禅整场比赛零失误 不断带给观众惊喜 不得不承认 全红禅的跳水天赋 是真的强的没边 好似没有极限 一次次不断突破自我 比赛到此结束 中国队以总成绩382分 拿下团体金牌 这是中国跳水市锦赛 历史上的第一百金 两人军事首次出征 首次合作 可谓是收获颇丰 全红禅不但用实力 证明了自己 还打出了自己的名声 大家对全红禅 有什么想说的吗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今天我想和大家聊聊 两位在巴黎奥运会上 大放异彩的 中国跳水健将 全红禅与谢思义 他们的故事 不仅仅是个人荣耀的加冕 更是中国体育精神的一次 深刻诠释 首先 让我们聚焦 全红禅的归国盛况 年仅17岁的他 在巴黎奥运会上 以惊人的表现 征服了全世界 成为了跳水界的新星 回国后 他受到的热烈欢迎 不仅仅是广东的骄傲 更是全国人民的共同心声 阿文认为 这样的热烈欢迎 不仅是对全红禅 个人能力的认可 更是对他背后 无数汗水与努力的肯定 全红禅的崛起 是中国跳水队 年轻一代迅速成长的缩影 也是中国体育事业 蓬勃发展的有力证明 而提到谢思义 他的故事则更加动人心弦 在经历了重伤的艰难时期后 谢思义凭借顽强的意志力 和对跳水的无限热爱 重返赛场并夺得金牌 这份荣耀 是他用无数个日夜的康复训练 和不懈努力换来的 据不完全统计 谢思义在康复期间 经历了数百次的物理治疗和心理调试 每一次的坚持 都是对极限的挑战 回国后 他获得的丰厚奖励 不仅仅是物质上的回馈 更是对他精神的巨大鼓舞 阿文认为 这样的奖励 不仅是对谢思义个人成就的认可 更是对所有运动员不畏艰难 勇往直前的精神的肯定 在谈到全红禅与谢思义之间的师兄弟情义时 阿文深感敬佩 他们之间的深厚情感 不仅体现在赛场上的相互鼓励和支持 更体现在日常生活中的点滴关怀 全红禅曾坦言 谢思义是他的榜样和依靠 这种情感纽带 让他们的团队更加紧密和有力 阿文认为 这样的师兄弟情义 是中国体育界一笔宝贵的财富 他展现了运动员之间的团结 雇助和相互激励 也为中国体育事业的未来发展 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对于全红禅的未来 阿文充满了期待 年仅17岁的他 拥有着无限的可能性和潜力 随着年龄的增长和经验的积累 他有望在未来的国际大赛中继续创造佳季 同时 他的商业价值也备受注目 阿文认为 作为一位年轻的体育明星 全红禅有责任也有能力 传递正能量和积极向上的价值观 他可以通过自己的影响力 激励更多的人关注体育 热爱体育 参与体育 最后 阿文想强调的是 运动员背后的艰辛与付出 每一次的成功背后 运动员们用汗水和泪水浇灌出的荣誉之花 是他们坚韧不拔的毅力 和对梦想的执着追求的结晶 同时 阿文也认为 运动员的成功离不开团队和国家的支持 教练团队的专业指导 医疗团队的精心治疗 以及社会各界的关注与鼓励 都是运动员取得成功的关键因素 未经许的感谢 发现 凌备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